昨天在中國內地發生了一件航空市場的大事 穿航8633在32,000英尺高空出現了玻璃破裂脫落成功降落 這個奇蹟 乘客形容飛機好像石頭急降一樣 瞬間降了幾千米 物品凌亂一片散滿一地 幸好乘客非常淡定 大風將控制台催爛, 右邊玻璃脫落 飛行移標損毀 根據民航局消息 駕駛員面部受傷, 衣服破損 擋風玻璃完全脫落 駕駛艙移標儀器嚴重損毀, 擋風玻璃完全脫落 駕駛艙移標損毀, 擋風玻璃損毀, 擋風玻璃損毀, 擋風玻璃損毀 駕駛艙移標損毀, 擋風玻璃損毀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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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擋風玻璃損毀 駕駛艙移標損毀, 擋風玻璃損毀, 擋風玻璃損毀, 擋風玻璃損毀 整個奇蹟